日本 宫崎机场的滑行道昨天因为美制未爆弹爆炸受损 导致机场跑道一度关闭 将近90架航班被迫取消 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爆炸发生前的两分钟 一架飞往东京的客机刚好经过爆炸地点 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爆炸导致跑道旁的滑行道上出现一个 7米宽1米深的坑洞 日本陆上自卫队拆弹小组随后发现 爆炸的原因是一枚埋在地下的美国亚弹引起的 可能是二战时期 美国为了阻止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攻击而投下的 受损的滑行道经过连夜抢修之后 机场今天早上已经恢复日常航空运作 在宽客上直到嬴海马逆行 这上下的愿意 整个人手是一枚的 是的 最后实际上带行了